電話的舞台有沒有誰最焦慮 四一下最焦慮、最緊張的 最焦慮的應該是我們隊長吧 我們讓他講一下 來來來來 真的蠻焦慮的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我們前幾天在北流也其實有演過嘛 我覺得We are 然後其實看到那個舞台 其實已經蠻緊張的 因為以前沒有站過這樣的舞台 然後我覺得所有的表演也應該要拍過很多次吧 我覺得要很完美才能拿出來 過年後就等著了 對 沒錯 可能過年前就已經開始練了 今天有遇到就是前輩5566還有我們 他們聊一下嘛 就畢竟你們之後也要站上來 而且是自己 美國人自己 我覺得他們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 他們都非常的驚訝 然後也很開心的祝福我們說 希望我們可以順利這樣子 所以畢竟有跟你們說什麼嗎 他們想到我們家 恭喜啊 恭喜啊 還是在邀請我們一次 對 畢竟是俊庭是一直在講說 我們有沒有缺主持人啦 沒錯 但我是覺得 我是不確定啦 但就 我們沒有 應該是沒有 沒有 這次不缺 你討厭他嗎 這次應該是不缺 這次沒有 這是我們五個OK 這次比較算是演唱會 對 性質可能跟前兩次不太一樣 形式不太一樣 所以主持應該是不會有主持 那前輩呢 五六六的前輩 有跟你們說什麼話 我們那天沒有聊到這個部分 沒有聊到這個部分 但我們一定會邀請他們來一起看 對 有機會的話 所以邀請了嗎 還沒有 那天比較忙啊 對 那天比較忙 因為後面也比較沒機會 結束大家都 比較累就散了這樣 那你們現在應該很 就是很溺急的在訓練吧 就是練習做 對 那有沒有人就是 最常遲到 遲到 遲到 就是最 還是反而最準時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 新的一年我們好像都有所進步啊 新的一年我們大家都 蠻緊繃的 畢竟 就是因為 今年我們要面對的是演唱會 對 所以我們真的 大家都蠻繃緊神經 就是更 更 就是要有點逼自己 尤其是現在天又很冷 然後就很容易 會想賴床 可是你的 你的腦袋要告訴你 我不能賴床 要演唱會了 真的不行 要起床 今天路上是蠻塞的 但今天早上真的 大塞 叫不到車 完全叫不到 誰進步最多 誰進步最多 嗯 我覺得大家都 都進步耶 進步的點可能都不太一樣 對 我覺得 對 那服裝的部分呢 畢竟就是這個大舞台 服裝有沒有更進化一點 除了我們現在身上會看到之外 我們也會 我們會有其他套是 專門的服裝 演唱會的服裝 會有很多套是 從來沒有看過的 演唱會專屬 演唱會專屬 限定版 會越穿越少嗎 會越穿越少嗎 那我們可能要 交給那個 有在練身材的部分 你不是 因以為傲 都會在你的社群媒體上 放一些你的身材照片嗎 我其實沒有 沒有 不是沒有 現在沒有 我去找 我去找喔 你是身材擔當是不是 我雖然是身材擔當 但其實我們比較小看 就是其他四位 因為畢竟都演唱會都快到了 對 其實他們也是 不遜色的 你們都有在練嗎 有啊有 有啦 一定要一定要 為什麼這麼講 還在吃是嗎 我肚子很圓 我是 有有有有在練 有有有 那飲食呢 有沒有誰最不忌口 就是 最不忌口嗎 一直想吃 一直想要好好吃 幹嘛啦 不要急我 已經止過去了 就不是我 你滿桌 你滿桌巧克力 是我 桌上那個 公司的桌子 基本上也是一個 零食的部分 所以 我有在努力了好嗎 我 我已經開始了 最早要規定一下 定一個規則 那大家跟我一樣 因為我最近都是 減碳水 然後 沒怎麼吃 因為我有一天 減頭髮突然發現說 哇我的臉怎麼那麼圓 然後很胖這樣 然後我就對著鏡子說 應該要來減肥一下 所以就 一個禮拜都幾乎沒怎麼吃 就吃一餐啦 然後沒什麼碳水 有瘦了嗎 我是不敢量 就是我還沒有這樣去 看起來有瘦 不瘦 就這樣有感覺 不敢量 感覺有瘦就是有的正確 他在演唱會 嘉賓的部分 對 嘉賓 要不然就是給粉絲透露一下 讓我們心癢癢的感覺 一點點喔 嘉賓喔 就是 哇 但是這樣要進來看 才會知道嘉賓是誰啊 但我們以前 哇 等一下 我們要拿這個 就是哪一個 哪一個的 哪一個的 這邊 這邊這邊 謝謝 那你們再講 應該就是說 應該就是說 之前我們有 一起合作過的舞台 或者是 有一些 我們一路上 來支持我們的 藝人朋友們 也都有機會 應該會有參與 應該會有參與 那還有原子的夥伴嗎 這個就是 我們當天 3月30號 到時候就知道了 3月30號就知道了 那個粉絲們 心繼續癢癢的 對 就你可以猜猜看 如果猜對了 我們也不會告訴你 也不會有什麼獎勵 對 你30號 你看到 你才會 就是 猜中才會有感覺 OKOK 對不對 因為現在是台北站 那之後還有機會去查你嗎 欸 希望 希望是有機會 一定 一定想 因為他都寫台北站 主要還是要看公司的規劃 對 看公司規劃 對 看公司規劃 我們努力先把台北站做 我們先把這關完成 對 我們台北站還沒完成 我們先一步步 先完成 然後我們 我們主要就先把 我們台北站做完之後 我們再來去考慮有沒有其他站 就是 先努力吧 先加油 台北站完成了 然後大家喜歡 然後我們再 看有沒有其他地方 機會 只要大家喜歡 我們一定就 還有機會 但如果 我們這一站做不好 就不用談到後面 我們會努力 一定要努力做好 對 從小 那因為紅到之後 要去出國讀書 你們有沒有 幫他準備什麼 歡送會之類的 我們還沒有籌備 我可以請大家吃個飯 我覺得因為 我畢竟認識四年了嘛 對不對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十五歲的時候 認識你們的 我們從那時候 試鏡的時候 就認識彼此了 所以 我覺得他們就是 真的陪過我度過 就是整個四年的 高中時光 就是度過那個變身前 然後變身後 然後變身後 然後162到180 對 真的講蠻多的 是的 真的 所以你們那時候 得知他要出國 會不會覺得很捨不得 我們其實一直都知道 他會去美國讀書 也就知道他有這個計畫 對 所以其實沒有到 非常的驚訝 或者是 捨不得 嗯 你就 我們還是會聯絡嘛 不會你去讀書 我們就消失了吧 對 他有答應我們說 他要一直回來 就是 對對對 他說的 就看他有沒有做到 你說的嘛 推一下機票錢 然後 然後再採回來 那會有那個伴手禮的部分 有 有吧 會帶 會帶 我會期待你的伴手禮 欸 你也期待一下 為什麼不行 他都說他要帶了 他剛剛是不是說他要帶 對 對嘛 可以趁機許願一下 我回去再 再說一下 錄影存證 錄影存證 好 我們就想問說 就是剛剛有提到其他的 就是原始少年的夥伴 因為歐仲是第一個 有登上北 會想說要請你一下前輩嗎 哦 我們當然也會邀請他們 一起來 共襄盛舉 來看一下 因為畢竟他們演唱會 做得非常的 非常的好 我們也有去看 很厲害 那像你們之前是有帶演一些 譬如說 護武筆之類的 那在新的一年 有沒有期許 自己可能會知道 什麼樣子的代言 你們自己覺得 你們最想代言什麼 提取 對 你們自己取怨 跟廠商喊話一下 你取的怨唄 我 我蠻想要水的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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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平常 怎麼樣 為什麼 我平常是很喜歡喝水的人 所以我覺得 如果在礦點水上面 可以看到自己的話 也是 蠻厲害的 怎麼樣為什麼你們的一年都是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為什麼 我 我的話 身為一個遊戲兒童 當然就是希望有機會 可以 可能代言個遊戲類的 東西這樣子 對 還是要完成一下自己的願望 這些都好像都不是 這些都很隨意 這些都很隨意 想聽的答案是什麼勒 我們想說大家要自己許願啊 代言 那你許一下的願 你不是蠻靈的 蠻靈的嗎 蠻會許願的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是都很感謝了 怎麼讓路線 怎麼讓路線 謝謝所有的感覺感冒 就是有找然後有適合 對對對 期待 而且因為現在就是已經要臨近過年了 請問一下大家有沒有過年想要包紅包給爸爸 我是一定會包給奶奶啊 因為我從兩年前開始就有包給奶奶 然後就是 呃 就是一個心意吧 然後 就是 數量 重點 然後 然後 但是每年都有在增長 所以今年也會再進步一點點 就是比去年進步一點這樣 然後 爸爸媽媽的話 就是 怎麼樣 就是 阿嬤都有 阿嬤一定要有 那爸爸媽媽也要有 好也要有也要有 我說我說 今年開始 今年開始 今年開始有 可以吧 我覺得我要不要打包一點 因為我要18歲了 對 所以要成年 所以今年是 對 須董應該是OK啦 那個大概多少 大家都是 OK的吧 三萬六吧 三萬六 差不多 一個一個 很漂亮 他賺好多 對 為什麼 我現在不能 幫你家人 為什麼他賺那麼多 我覺得 我覺得家人是這樣子 就是 我們只要有包紅包 或者是有給點心意 他們就覺得很開心了 對 他們其實不太會看說 裡面到底多少錢 順便他會把紅包推還給我 對 對 他很多私下就是給 大家長輩 檯面上看到之後 私下 那個 我會還你啦 其實 家人都是這樣的 真的 好 謝謝